上次我们说到,当方宏宇说出了句话的时候,董乐群猜都猜不到自己小声跟那个电脑专家唐小剑说的话,居然都被方宏宇听得一清二楚,那么惊讶得一句话都说不出。 方宏宇笑一笑话,其实没什么的,我以前做的侦察兵,所以耳朵特别漂亮的,加上你们嘴唇动什么,你说的唇语我都听到的。 董乐群在心里,哎呀,那叫了声,原来,哎呀,看来这个头更厉害,以后真的要小心一点才可以。 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同北海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他老婆就立刻迎上来,接过了他手上的公文包。 哈,真是出奇,天天都很迟,今天落班落得这么早,看看谁来了。 哈,平时呢,上门求情的人就多,但是,现在还有哪个人敢再上来我家啊? 什么,你是这儿,是燕罗店吗?喂,你是否判官或者燕罗王啊?没有人敢上你们门?我真是不信了。 一百个熟悉的声音在屋里面传出来,同北海一听就知道,是自己的老朋友叶挺元来了。 虽然两个人已经是商交多年,是好朋友,但是,刚刚就在方宏宇在会议上已经作出决定,要准备去对叶挺元的商业银行进行审计的时候,叶挺元在这个时候上自己门。 同北海,同北海的心里有点惊讶,这个时期很敏感的哦,于是,他吸了一口气,努力使自己表现得自然一点,就说,你这个老家伙啊,今天,什么风吹都来了啊? 看你被人惊死了啊,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我看你这把年纪了,和你派一个小你十几岁的顶头上司,你信不信气啊? 啊,那,如果不信气的话,一于就等我来请客,请你全家,帮你顺回一条气,好不好啊? 啊,哈哈哈哈,一听叶挺元提起方宏宇的事,同北海想来辩解几句,但是想想,嘿嘿嘿,如果硬硬说自己的气很顺,老友的怎么会相信呢? 想一想,都还是忍住了,算了,反正来到我家了,你不是说我是判官严罗殿的吗? 今天我在这个严罗殿,拜翻为台,我家里吃算了,业挺元就很了解自己这个老朋友的,一手拉着他的手说,我又不是你的审计对象,你那些什么八不准啊,在我身上,不要死,再说啊,我不会请你吃什么高级酒店大餐的,老规矩,隔离你那个大排档,点点这个小菜,滋一下喉咙就行,走走走,快点走, 一听他这句话,同北海有个眉头一走,唉,偏偏这个时候,老友记,你就要成为我的审计对象咯,他几乎要脱口而出,将这个决定说给对方听,但是一想到自己的职业纪律,硬硬又将这个话收回头了, 业挺元,没有留意到他的表情,不由分说地把他拉出去,两人在大排档里面,找了一个长角落头的位置,坐下来喝了几杯, 业挺元一边倒走,一边就说自己这个老友了,我说你这个人呢,其实呢,脾气是没什么的,有时候啊, 对这个说法同北海又不服气了,我还骄傲,这么多年,第一次有人说我这个人很奥气, 你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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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傲气那头,我都说啦,这么大一个顺州市,不计你个老婆跟你个女儿,你说啦,跟你讲得是知心话的朋友,除了我之外,你找到第二个吗? 哎呀,哎呀,是没有,还跟我个人骄傲有什么关系呢? 你心里面有些东西,从来都不跟人家说的, 业挺元来跟他分析说,老婆子女你不跟他说,也都不跟我说, 什么都侮辱在他的心里面,哎,这样的人,你会不会太傲气啊? 同北海听得真是又好生气又好笑 你这叫做碧立千人无欲浊江 我又不去求什么 当然我也不怕什么 如果你说这就算傲乐 那我赢 叶挺元听到摇摇头 同同北海夹一筷子的菜 语重心虫 说话虽然是这么说 不过老堂 我看你这个人都要认开一点 不要常常在审计这棵树上面 做到老做到死 实在不行的话 索性去民生银行的分行做个行长 人家一直都留个位来等你 年薪三十万 至少可以保证你后半世生活无忧 也都可以让老婆和子女过几日好日子 同北海听这些说话 你一点都不拯情 我一世都做审计 早就预计在这里做到死 做到老的了 我现在境界是 树楼地方就会死 人如果换单位就更加死 业听完听都慢那么拎头 唉 不要来正经 喂 你呀 起码都要为老婆和女儿考虑一下吧 你和你老婆 大家两夫妇的事情 我都不要多说了 但女儿呢 是你的亲女来的 我听人家说 你去小夏那间厂审计 人家的厂长说 可以将小夏转成正式工 调去财务室做事 就是换你一句 不要这么原责 将人家的小金库的事情 不要写入审计报告里面 小金库哪个单位没有 但你偏偏都不听 教导小夏呢 连份工都可能会没有 你说 喂 抹线一架 这番说话 真是击中了同北海的心 一想起自己的女儿 她就满心啼狗 的确由小到大 个女儿读中学的时候 自己偏偏要审计别人中学 结果搞到校长 几次求情不得之外 几乎要将个女儿踢出校 现在呢 唉 因为自己平时得罪的人多 所以 想她求个好单位来收留自己的女儿 都不行 那女儿做普通工人 现在呢 自己偏偏又审计她间厂 搞到 可能她又要面临下一次失业的危险 想到这里 她的心真的觉得很屈闷 一往头活一声 整杯酒喝着肚子 但是她还是一句声都不出 慢慢喝啦 喂喂喂 是不是说中你的心呢 你看你 反应多么强烈 在老朋友的面前 同北海也都不想掩饰自己的情绪 多业 只得你跟我说得仔细的说话 也都跟我说得这么贴心的说话 赶 赶完这杯酒 同北海真的好想告诉叶挺元 自己这边 准备审计他们商业银行的事 这么多年的老朋友啦 自己是不是 应该先跟她通气呢 但是说到嘴边 一想起自己的审计纪律 她还是硬引回头 喂 好了 不要说我了 最近这段时间 上次听说你在行里面搞什么整改 现在搞什么呢 听到同北海提起自己银行的事 叶挺元也都觉得好心烦 上当年 他所在的商业银行 论效益 是整个系统里面数一数二 这几年 由于很多的原因 不单是效益一路向下滑 行里面的人才 也都流失得好厉害 有几个得力的干账 有些是辞职 有些是调走 搞得人心浮动 大家都无心做事 叶挺元一年纪以来 都在想着 如何对银行进行整顿改革 由上个月开始 她打算先由银行内部开始 着重清查过去的几年来 追查商行的不良贷款 而且还要建立商议的一些监管考核制度 本来这些措施刚刚开始实行的时候 下面的职工反响非常热烈 但是一到关键时刻 突然间就变得艰难在上来 自己遇到了很多的阻力 特别是几个副手 以及省里面几次来的各种各样的电话 真的搞得她心都烦了 本来今天来是想和老朋友 数一下苦的 但是刚刚进到门口 就听同北海的老婆说 特派办呢 你一次在同北海的上一任上司 退了休之后 不单没有扶正同北海 还调了一个年轻的上司给她 她就不可以意思向同北海提起 现在听她这么说 唉 又看见她这样的情形 自己更加不想倒腐水 唉 算了 我那个动摊 不要提了 整天都有这样的批人 不满足她的私欲 她就专门在你后面搞小动作 这里拉在你后腿 那里就搞你飞机 不提她了 不提她了 我们喝酒 一如喝酒 但这件事 数兄 两个人各怀心事 慢地喝酒 喝了七八分醉意的时候 那才各自道别回家 叶挺元一打在家的门口 就发现自己的女儿叶挺 在家里鼓迷抛衰 平时的女儿回来 一见到她 将她过来 会和她捏肩膊 按摩一下 又或者 会浸定杯茶 然后就进厨房煮饭给她吃 但是今天 那女儿 居用虎视眈眈的眼神 看着自己 叶挺元和女儿 一向都很好 很随便 就问 做什么呀 哈哈 是一个人 鼓势成泡衰 成一只禽渠仔 怎么 你妈不在这儿吗 你不想煮饭 你给你爸吃 业刑这个时候 没心思 和自己的爸爸开玩笑 妈妈去了姨妈那里 今晚她住那边 喂 鼓势了 什么事 来来来 等到关心啊你 和小阔 两人的恋爱谈识 怎么办 玩完了 什么 不是 对吧 我觉得 这个年轻人 挺好的 他在我们商业银行 做信泰科长的时候 多少人 和他介绍女朋友 你相信你爸的眼光 我看得还有一些年轻人 尤其是一个 业刑听到 他早就和他分析 说 爸爸 你喜欢和我喜欢 不是一回事 而且 我和他相处 没有多少日 我要出差了 这里去下 那里去下 回来之后就感到很陌生 再近几天 又要走了 不要说他了 我自己都心烦了 唉 这倒是 不过 这些事情会解决 或者我和你阿彤叔叔说 把你调出来 一听这番话 叶仁就更加不喜欢了 爸爸 你如果敢把我调来特派办呢 你忍住来 我不回家 哎呀呀 等等 等等 急什么呢 爸爸说一下而已 今晚我和你 同叔叔叔还在外面喝了一餐酒 是啊 他对你怎样啊 是不是还整天黑口黑面呢 听到爸爸今天晚黑 居然和同北海外面喝酒 叶仁有点出奇了 同叔叔 会不会把爸爸已经成为审计对中的事 告诉爸爸听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岂不是 他就违反了我们的纪律 爸爸 同叔叔没有问你什么 问什么呀 没什么 爸爸 不过你要记住 我们做审计的 说不定没有哪一日 会审到你那里的 我们新来的方特派都说了 你们金融领域是重灾区 如果有问题 你快点坦白出来讲一下 叶听元听到 他心里真的有点好生气又好笑 或者今天和同北海外面喝多了几杯 对于女儿的反常举动 他也没有听出什么源外之音 但是一说起自己银行 他心情是特别烦操 哎呀 你们搞审计的人 为什么整天都是这么疑神疑鬼的 好像全世界的有问题似的 之前的职业病 算了 不管你了 我又去睡了 说完之后 叶听元转身就回到房 叶仁跟进父亲的房间 见到他一睡在床上面 连衣服都没穿 那只脚的声音睡着 看下父亲 那只脸比以前已经创漏了很多 他不如都鼻子一酸 眼泪不停地流下来 他轻轻咬着嘴唇 拼命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轻转身 走出了睡房门 站在大厅里 他一点睡意都没有 想一想 还是打开了自己的手机 拨出个号码 给唐小剑 唐主长 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 我爸还没知道 我们要去审计他的事 但他说我爸 我应该怎么办好呢 就在这个夜晚 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 这个就是何子阳的监护病房 何子阳很早 就已经眉上双眼 将皮子搂在那头 蒙头大碎 但是 其实他根本都没有睡到 当病房的挂针 指到去一点半的时候 当 那个挂针呢 轻轻敲了一下 咦 对了 就是这个时候 本来开着枕头下面的手机 轻轻震动起来 这个电话 是他心里面既害怕又期待的 迟了一下 他才接起了电话 只手啊 在拿这个手机的时候 还一直这么震 在夜晚里面 电话那头的人 那把声显得很清晰 老河 你接了电话了吗 一个字都不要说 你不要说话 只要你按照我要求 回答一声 或者咳两声 就行了 如果你同意咳一声 不同意咳两声 好吗 何子阳就立刻咳一声 可能就是你的意思 你宁愿跳楼 都不适漏我们的事 旧意气 大家商量过 我们一定会保你的 如果是这样 你就记住 收起来你的手机 千万不要被人发现 有时 我会打电话给你 但你千万不要 向外面打电话 记住什么 如果他们再问你 你就这样 何子阳听完之后 又咳一声 电话那头的神秘的声音 马上就消失 而且全是断线的声音 何子阳有点贪婪 那么深深吸一口气 刚才他实在太紧张 一直都紧密着呼吸 连大气都不敢吐一阵 现在心头那块大石 终于落了地 任你帮心计佬 再怎么问我 我都懂得回答你 反正外面 自动都有人 会把我捕出去 自从何子阳 接过这个电话之后 在审计人员 再来盘问他的时候 他就已经几乎 不都不说 说出来的说话 都是如风似闭 他嘴都不知道 他多么硬 这一天 同北海 夜约了省审计厅的乐旗山 利用五休的时间 再次在公园的梁亭 那里秘密会面 这次一见面 他就谈起 特派办来这个新上司 对于方宏宇 两个人实在都没有半点的把握 都不知道 方宏宇是究竟一个什么人 或者他应该是哪一派的人 所以 他们迫着这样 所以互相交流 一下看法 同北海 叹一口气 我现在越来越 摸不透这个方宏宇 岳其山 反而对方宏宇的做法 有点欣赏 你不要夹 你说人家 阻止你 不让你入高速集团 反而兜了个圈 去商业银行 我看 他这样做 反而有可能是一组好企 你看 我们上次审计艇 两个审计小组 还有派出最精裕的强将精兵 好像罗晓慧那样 这个 亦都是审计艇的一员猛将 但你进去之后 好像老鼠拉龟 无从入手那样 如果不是查到何子阳 几乎可以说是无功而返 但是 你个高速集团 他早就已经预了我们进去 所以什么事都做到物不透风 但是他的外围企业 关联企业 就未必关照得这么密实的 商业银行 有几多的贷款都和他们有关 而且关系 似乎还很不尋常 如果在那边的私海的缺口 这样 或者也都有帮助 我看 将商业银行的问题查清楚 搞清楚商业银行 和高速集团的往来 关系 你一着 或者奇兵好奇 和北海点头表示同意 他说 你这么说是有道理 我和你们审计听过 罗主长都谈过 他说 当时 在审计高速集团的时候 他就提出要延伸审计商业银行 结果 报给你 你报给省的时候不批准 就这样 将这件事阻了下来 但是 如果这个真是个物风斗 你才无论如何 你都捅一下他 我骑身望着同北海就说 不过这样 老童 你和商行的业银行 是这么多年的老朋友 这件事 恐怕你不是这么好 跟他交差 老业这个人很守规矩 我信他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你是不是应该 你和他打个招呼先 打招呼 那豈不是破坏了我们的纪论 到时候 方宏宇 反而 就容易 被他说着我 吃着我了嘛 有条辩子 执在他手上 我骑身听得笑一笑 你这个人 做审计 真是对你了 一些人情 世故都不懂 是的 我告诉你听 听到省委里面 有些跟我好的朋友 说 或者我以后 不一定帮得到你了 他们 可能要把我 调到一个山区市 那里做市长 同北海听 那里 心不禁一震默言 或者 是自己 背审何子阳那件事 连累了自己的路由记 大家互相交换 看法之后 同北海 匆匆回到办公室 谁知 他这头 正在办公室里面 打电话 那边 啪的声 到门被人撞开了 叶挺元 怒气匆匆地 外面闯进来 同北海 即刻放下电话 他都没开口 叶挺元 已经看着他痛苦 说 同北海 同北海 我我们还是老友记 你太过不够意思 太令我失望了 同北海听到他心一震 知道老友记知道 自己这边 很快要对他银行进行审计 但是 叶挺元 怎么能够 这么快得到消息呢 于是 他专门办得 好轻松地递口烟 说 做什么呀 这么远走到我办公室 特意来骂我 叶挺元一手 便扫开同北海 你不应该骂吗 昨晚我们两个人 还一起喝酒 做得退心置腹 那时候你已经知道 你要审计我们银行 但是你连招呼都不打过 你 你这算老友 你这算什么呀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明天再说 咱们 你这有点好 你把货带 进行 成功 听后